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种天赋的敏略 与独到的观察力 我们的眼睛要快 一个耳朵也要明文 有一种人 懂得山林 生生不息的奥秘 当山林赐予礼物 他们便共同分享 真正的猎人就是说 我们看到不敢 我们独到人 是不是会不会打猎 我们有肉 我们就给他 前者还是后者 他以后打猎了 回来了 我们又看到 又听到他的态度 就是叫做 很好体验 被称为猎人的这种人 曾经代表了一种态度 一种美德和一种精神 因为手猎 大概最重要的是 你能够不贪 虽然我们是起于 我们所要吃的食物 但是绝对不要贪 有人说原住民猎人传统的精神 与文化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 早已经灰飞湮灭 山产市场 更加速瓦解传统的狩猎伦理 但是 我们还是想请你听听看 山林之中猎人的现代主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莲县卓西乡 中央山脉东侧 一个布农族的部落 这里流传着许多关于熊的传说 以及一个现代猎人 带领研究人员 寻找黑熊的传奇 我以前是从小就跟父母亲 在这个山上比较索 就是知道在那边熊比较多 传承父亲林靖元猎人的血液 林渊渊四岁开始 就跟着父亲上山 从背东西 提水 做陷阱 开始学起 虽然曾经念过六年国小 一年国中 但是他真正的学校 却在部落后方那一片山林 我在五年级就开始拿着枪 国小五年级拿着枪 他就像爸爸会教你怎么打 他就把火要换一点 不要很多 要小一点 给你连食打鸟 打什么 就是好像山鸡 他晚上会去叫 我们听到在那边在叫 我们就在那边 在那边 晚上就去找 晚上就在那边用枪打 慢慢地 又到对面打肥子 打猴子 又打山猪 一直这样 在林渊源记忆中最丰硕的成果 是有一次跟着父亲上山近一个月 光是山枪就打了近70支 还有一次 他为了自卫 不得已射杀黑熊 民国76年 林渊源进入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担任巡山员 多年来 许多研究团队 借由他的带领 进入越岭古道 寻找遗址 调查生态 而最著名的就是黑熊计划 我们已经研究了黑熊 在大部分已经抓到了 大部分也有15支 换了颈牵 还脱鱼的鞋毛 还要量 抵重 我们一共在那边 大部分 大概4年研究 为了调查 现存300多只黑熊的分布 与活动路径 研究人员必须找到适当位置 放置陷阱 在不伤害黑熊的情况之下 将黑熊麻醉 并装上堆中项圈 而这项困难的任务 之所以能够达成 凭借的 就是林渊源 寻找山林 40多年的经验 6年来 他带领研究人员 深入山区 寻找黑熊 爬过的树 吃过的果实 收集了许许多多 黑熊粪便 从中了解 黑熊的性别 意及实性 还可以 可能要用一些碑去 我可以做看看 我会做一些干净的藏射 我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做一个事情 他的三名 我听到酒店 為了吸引動物靠近 有時林淵源會躲藏在樹上 模擬動物的叫聲 這個節奏我們都要在樹上 都要刮這個節奏要刮 我們就在樹上再一直叫 剛剛那種是為了要吸引山腔 這好像是水路的 水路就是這樣叫 這是什麼聲音 這是什麼聲音 巴布 巴布 這是我爸爸教我的 這麼好 牆 教我們 教我媽媽 等一下就你們 你們寫到了你們就很喜歡 現在叫三腔 你那個牙齒咬到這邊 不要 用力去 不行 把那個牙齒咬到這邊 用力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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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模仿水路山腔叫聲的竹笛 吹響了小朋友的獵人夢 這一條從花蓮南安深入山區 坑越中央山脈的越嶺古道 沿線經過瓦拉米 大芬等布農族舊部落 是布農族的傳統獵場 這一天 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小朋友舉辦尋根活動 李淵源與其他的解說員帶領著小朋友 在山林中尋找野生動物的蹤跡 昨天晚上 昨天跟前天晚上有來這邊 山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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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稱呼它 巴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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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家養的豬叫巴尼斯 巴尼斯 巴尼斯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蠻大的 蠻大隻 也將近差不多一百斤左右 你看這邊 這裡 你看到 這就是山羊的路徑 他是這樣下來 所以以前 像我們那個會打獵的人 一看到那個路徑到底是哪一個過的 這邊是山羊左過的 還有看到腳印有沒有 花磊的地方 那他是往這邊下了 那邊有一個小鏡子 對 往那邊下來 對 山羊的一個路徑 受盡 回到山上 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讓舊部落遺址 祭拜祖民 底下我們到那個 部落 以及祖先的部落 最才要安靜 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我叫你們說 你們不要進去 我會先跟他們講一下 我今天帶你們到這個部落 我要說 那個部落 那個房子底下都是 都是以前阿公啦 祖公啦 都在底下那邊 我會和大家給他講 裡面有一件 底下可以在那邊 和林姨叔叔講 這樣可以 那東到齊了 我們就慢慢走一下 這三個 這邊有三個 這邊有三個 一會有三個 有兩個 這緊張 好 來啦 雖然舊部落石板屋已經頹皮 早已經看不出原來的樣貌 但仍然是林淵源心中真正的家 站在遺跡上林淵源 比劃著從祖先埋葬的位置 想要帶領著新一代的布農人 重新認識真正布農人的老家 以前我們的祖先開這個房子 決定會在林縣上 他們先會找那個位置 位置的地形 為什麼他把這個會在那個林縣上呢 他第一個是 他要喊要喊對面的時候比較好叫 他們以前怎麼叫呢 好像說我今天 我有我的女兒要結邊啦 還是要拜拜 以前哪裡有電話 沒有 我現在是 那我裡面的要怎麼叫呢 他從這個對面喊到那個對面山 對面的山又喊到裡面的山 我剛剛好想說我 我這麼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林老师 来一起爱的鼓励 谢谢林老师 预备 开始 谢谢林老师 这片布农族的传统猎场被划入国家公园之后 早已经禁止打猎 虽然如此 林渊源还是要告诉布农孩子 过去在身上打猎的故事 不断地传唱布农族猎人永远无尽的猎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人的山林经验与智慧是生态保育与研究工作基石 也是人类重要的资产 但是被人的狩猎行为却常常面临盗猎的惩罚与指责 许多原住民认为目前消极净猎的保育方式在执行上有很大的问题 当就秀宁村这个地方 进出国家公园的路 一共有16条 那请他怎么去管 你保育的人怎么去管 你每一个他家在这里进出 你要保护他吗 你要在那里等吗 我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被打死都不知道 你只能够管进出洪光公路 进出山站 这两个地方只能够管这个地方 这种管理方式对吗 当然错了 要把管理权开放给我们 开放给我们 你不是开放 起码为我们加入嘛 让我们全民一级护着来做这个保育的工作 而不是你警察在那边 警察都不管 去年年底 灵物局举办单大开放狩猎示范计划 在保育团体与原住民团体之间 掀起了连漪 猎人角色转型 这样的想法与规划也被提出讨论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辅导一些猎人 那么他们能够针对这个动物 进行这个调查或者保护寻守的工作 那同时呢 也有机会呢 假如说有客人来的话 那可以作为向导或者是解说的工作 那从这里呢 得到一些工作的机会 使得他们真正体认到 那么这个自然的这些动物的资源 那是他的永远的好朋友 原住民猎人回到山林 经营传统的猎猎场 成为生态保育的先锋 或是生态旅游的翔岛 这样的想法可行吗 我们回到丹大山区寻找答案 三大领导入口的布农族村落地里 近年来经历九二一大地震 淘之台风的摧残 在地震土石流的打击下 促使部落的人不断寻求传生之道 生态旅游是部落的新尝试 这个山树挖洞一下子就挖那么深 如果里面有虫什么要吃的就挖 如果这个树真的要挖 两三下就倒下去了 比怪兽要快 在山头覆盖着白鞋的三月天 我们跟着猎人全宫道 走进关门古道 寻访丹大西畔令人惊艳的旧部落 巴库拉斯 对于全宫道来说 巴库拉斯是老家 却也是推动生态旅游的基地 两年前 全宫道与部落居民 共同打造一座 仿若是外桃源的山庄 希望带领外来游客感受单大的自然风貌 认识布农族的狩猎文化 游客一来 我们给他们体验一下 在这边体验 我们从以前老一辈的 怎么样抓这些动物 叫他们怎么抓山猪啊 怎么往陷阱 我们体验给他们说 山猪本来这个要盖起来 盖好 就是我们在体验的时候 先教他们比较简单一点 实际在山上的话 这要盖起来哦 干不到 这也枯叶枯盖起来 喂 看这样有没有 脚 脚 不要 这抓到有没有 好 用竹子或石板制作成简易陷阱 有老一辈人的巧思 却没有太大的杀伤力 就是想到说会用传统的方式 所以我们把这些 我们以前族人的智慧 都拿来这边 当作现在的一些题材 那我觉得也比较符合 我们这边的整个生态的一些 导览的题材 所以我们会想到这些 那其实这些 目前应该没有人用了 现在只是做 当作一些教学用的 现在我们一般都 也没有用这个了 全工道的这支土枪 现在不再用来打猎 而是留给游客观赏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是拿来用敌人的 不是拿去打猎 要不要这样 手要扣紧 这样 又要放那个 再放散弹 散弹 散弹 对准这个 没有 对准然后很暗 哇 很香啊 全工道的猎枪 不再瞄准动物 而是瞄准正在新奇的 生态旅游市场 我以前作为一个村上我们 这条路到丹丹那这条路 大概猎人大概在五六十个 以前 大概一个礼拜 大概这样的人数 长久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之下 有些猎人靠着打猎贴补生计 像水鹿 山枪 这些保育类动物 被趁金润两卖到山产店 毕竟大约卖五百元 却必须偷偷摸摸的 冒着被法办的风险 我也是猎人 我们营造了这个 只有生态治理以后 我们的改变方向 不要用真正去打猎 转向 新的观念在部落萌芽 如果保育这些动物 让游客欣赏 不必冒着触发的风险 也可以有基本的收入 现在外面的游客 都喜欢看我们这边的动物 比如说夜间 夜间我们就带他们去观赏 所以我们的夜间叫 在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叫它逛夜市 我们去逛夜市 就是晚上就带斗灯 不带泪气 就是带斗灯 去逛夜市 我们顺便看灰鼠 灰鼠是如果我们 可以呼吁到一两年 看灰鼠就更多了 把库拉斯从过去的传统列区 如今成为生态旅游景点 为部落创造许多就业的机会 像我们一部车 一部车就有一个士气 然后还有一个解说人员 那如果说人到三十个 我们至少有两三个解说人员 然后士气也是增加 就是一部车只能载六个人 因为我们安全的固力 不能再招菜 我们是比豪华去做 这样的话大家都有工作 它等于是保护枕 这个要做什么 这个是要种香菇 不是 已经种好了 要炸那不是干什么 这个是蜡 蜡 抓一抓很多的油 群公道在部落推行的生态旅游 是猎人转型的尝试 也是部落集体力量 经营自然资源的起步 所以狩猎来讲 它是它文化的一部分 那当然把它去掉的话 这个部落就不太像部落了 野生动物不管你是用吃的 它对部落来讲 以前是一个资源 未来应该也是可以 是一个资源 它怎么样来利用 我们很担心每个部落 它都坦白讲 已经死掉了 甚至说已经快要没救了 当外面的人在谈这个部落主体运动 有的部落呢 还是几乎都没有动作 受力文化源自于部落整体 要在现代转型也必须是从部落整体中重生 或许在将来 从旧部落巴库拉斯到2800公尺高的七彩湖 或许会由新一批的年轻人 踩着猎人的脚步 担当起生态解说与向导的工作 在传统的立场上开创出新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